日本水果出名又甜又多汁 但奈何貴了些 但如果我跟你說 只要800日圓就可以吃到日本水果放題 還可以即炸即食 你又信不信? 噢 漏了 位於紅本節目的吉次元 就做800日圓50分鐘任摘任食當做水果 亦可以選擇摘完後斷根清每100g 67日圓 而8至12月正正是蜜金和蘋果的採摘月份 但怎樣去分是否漂亮呢? 就等果園院長錢田先生的首席金班 即是我教下你們 首先是蜜金要選大細適中 表皮要選乾滑比較靈身的就最正了 如果是要帶走就要用剪鉗將腳定剪走 否則待起來就會刺爛其他蜜金 到時就一窩數了 但說到蘋果就種類比較多 分別有紅玉、秋影、富士、信龍、明月和陽光 不如就說一下怎樣選擇漂亮的富士蘋果吧 首先要選上半身紅潤 底還有些黃的才叫漂亮 摘的時候將蘋果打橫輕輕一扭 如果可以輕鬆摘下來就代表蘋果已經熟透了 哇,漏了 而且在吉次元直賣店 還可以試到新鮮水果整成的甜品 摘完水果再吃一杯蜜金雪糕休息一下 真是吃炭了 但又沒有了 因為我沒有了 我真的沒有了 那麼好 這東西是很棒的 要吃炭了